我的女儿小气不见了,前几天被前男友接走,但今天男友病死了,女儿却不在他身边,2020年6月,一位女子来到了派出所报案,他在描述情况时都是哭着在说的,女子表示,几天前,前男友把女儿接走,说是要参加外婆的生日,最初前男友还会发来一些关于女儿的消息,但后来就不发了,一直到女儿被接走的9天以后,女子突然收到消息,说前男友死了, 但他到了医院却没有见到女儿的身影,女儿到底去了哪里,女子能成功找回来吗? 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,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异事,小丽家住湖南诸州,在2017年左右跟谭建峰相识并相恋,或许是被爱情冲昏了头,小丽在没有与谭建峰结婚领证的前提下怀孕了,并将孩子生了下来,谭建峰是个街溜子,性格懒惰,没有正经工作,整天就和一群狐朋狗友瞎玩, 小丽本来以为有了孩子能让谭建峰回心转意,把心思放在正式上,哪知道谭建峰死性不改,依旧不务正业,两人没少因此吵架,有时候矛盾甚至都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。 这样的关系注定不会长远,孩子诞生后不久,两人便分手了,两人的孩子名叫小琪,是个女儿,分手后一直由小丽负责抚养,而谭建峰平时则很少来看望女儿,不过一直到了2020年,女儿小琪已经一岁半了, 谭建峰一改往日的模样,变得热情了起来,那年的5月24日的早上,小丽早早起床了,她先查看了一下小琪的情况,确认没问题后便去了洗手间,当小丽还在洗漱时,听到门外传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,打开门一看,是前男友谭建峰,两人对视了一眼。 小丽的表情明显有些不耐烦,谭建峰也没多说什么,只是看了一眼卧室,小丽明白,谭建峰这是想来看看女儿,虽然两人之间有矛盾,但她毕竟是小琪的亲爸爸,小丽也没拦着,转身回到了洗手间,谭建峰则静直地走进了卧室,将熟睡中的小琪弄醒,哄了起来,不一会,小丽也来到了卧室,谭建峰见状,开口说出了来意,我今天来,就是想求你一件事。 起初,小丽原本以为谭建峰又是来借钱的,因为以前两人谈恋爱的时候,谭建峰的生活费都是小丽出的。 我没钱,我还带着女儿呢,本身就很不容易了。 小丽很不耐烦地说道,对此,谭建峰赶紧解释道,你误会了,我这次来不是借钱的,原来,谭建峰想接小琪回到楼底住段时间,因为几天后就到了谭建峰外婆的七十大寿了。 外婆很喜欢小孩子,她就打算把女儿接回去让外婆高兴高兴,其实小丽本身是有些抗拒的,这一点谭建峰也察觉了出来,我保证就住几天,等到二十八号大寿过了,马上把孩子送回来。 谭建峰信誓旦旦地说道,小丽没有了拒绝的理由,出于好心,便答应了谭建峰的请求,但也约法三章,小琪被带走的这几天时间,谭建峰必须要报备孩子的生活状态,好让小丽放心。 对此,谭建峰也没有拒绝的理由,接下来,她帮着小丽收拾女儿的东西。 期间,小丽还不停地叮嘱她照顾女儿的方法和细节,你就放一百个心吧,我外婆知道小琪要来,还特意请了个保姆呢。 谭建峰说道,听到这里,小丽悬着的心也算是放了下来,谭建峰走后,仅过了一个小时,小丽就抑制不住思念,她拿起手机给谭建峰发了一条信息,要求看一下小琪的照片,不一会,谭建峰回信息了。 照片里,小琪正坐在一辆车里,看起来状态还不错,小丽这才放下了心,往后的几天,不用带孩子的小丽确实轻松不少,但对小琪的思念愈发浓烈。 这几天时间,谭建峰也没有发过任何孩子的照片,两人只是在纯文字交流,5月28日,小琪被送走的第四天,也是谭建峰承诺送回孩子的时间,但谭建峰那边并没有任何表示,小丽有些担心,率先给谭建峰发送了消息。 谭建峰表示,因为天气太热,车里的温度太高,孩子不舒服,所以得晚一点才能送回。 另外,谭建峰为了不让小丽过于担心,还发送了自己和孩子的定位,小丽看到定位上显示的是高速公路便没有多疑,可是一直到晚上,小琪还是没有被送回来。 小丽明显有些着急,一再发消息,询问小琪的情况,而谭建峰此时的语气明显不一样了,我的女儿在我家住几天怎么了? 听到这里,小丽气不打一处来,起初明明说好的28号把女儿带回来,可她却食言了,态度还那么强硬,带着愤怒的情绪,小丽给谭建峰打去了电话,没想到电话那头直接撂下一句,这是我的女儿,我是不会让你带的。 随即便挂掉了电话,当小丽在尝试拨通谭建峰电话时,已经打不通了,谭建峰关机了。 事情到这里已经很明了了,给外婆过受只是借口,谭建峰这是来宣示主权的,可是这两年一直都是小丽在尽心尽力抚养孩子,谭建峰可以说几乎没有帮什么忙,小丽怎么会心甘情愿将孩子拱首相让给谭建峰呢? 可是到如今,小丽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,毕竟孩子还在谭建峰的手上。 她也只能尝试跟谭建峰取得联系,之后的几天,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发信息,谭建峰一概不回复,就好像直接消失了一样。 一直到6月2日,谭建峰表妹的一通电话,直接惊出小丽一身冷汗。 自从跟谭建峰断了联系后,小丽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,生怕女儿出什么事,等待几天无果后,小丽萌生了去楼底寻找女儿的想法。 6月2日,就在还没动身之前,小丽的手机铃声响了,来电者是谭建峰的表妹,谭建峰因为癌症去世了。 既然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,那为何还要跟小丽去争夺女儿呢?她应该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去照顾孩子呀,除了诧异,小丽更关心的是女儿的安全问题,她啥也不顾上了,赶紧来到了12医院。 奇怪的是,医院里除了谭建峰的家属外,并没有小琪的身影,小琪哪去了?小丽疑惑不已,但更离奇的还在后头,谭建峰的表妹和其他家属表示,从史之中都没有见到过小琪,家属的描述和谭建峰之前所说的完全不一致,这也就说明谭建峰一直在说谎。 小丽后辈直冒冷汗,小琪现在在哪?还安全吗?小丽不敢耽搁,马上去到当地派出所报了案,当时她的情绪很是激动,跟民警汇报情况时都是哭着说的,得知情况后的民警脑海里冒出来两个想法,第一,可能就是两人之间的抚养权争议,第二就比较严重了,可能涉及到拐卖案件,拐卖儿童涉嫌刑事犯罪,若是带回老家藏起来了,则是抚养权纠纷,两者本质不同。 民警在和谭建峰家属了解情况后发现,谭建峰的住院手续上明明白白,写着5月24日,而谭建峰接走孩子的时间也是5月24日。 医护人员表示,医院里从来就没见过小琪,这就说明谭建峰把孩子接走后并没有带在身边,那孩子被带到哪里了呢?谭建峰已经去世,想问也没法问了,不过在他的遗物中,警方倒是有了新发现,一部新手机,手机账户里还有5000元钱, 其实这也没什么特别的,但小丽却发现了蹊跷,谭建峰没有正经工作,再加上生病,怎么可能还有闲钱买手机呢? 赵小丽这么说,小琪被拐走的可能性还真是八九不离十。 随后,警方调取了小丽小区周围的监控,在监控画面中,大家得知,而为谭建峰当天的所作所为, 5月24日早上,谭建峰来到了诸州火车站周围的一家酒店内,此酒店内除了谭建峰,还有两男一女,上午十点半, 谭建峰领着小琪走出了小丽所在的小区,小区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。 出租车旁边又出现了酒店的两男一女,然后谭建峰带着小琪上了车,几人在车内停留了一个小时, 一直到十一点半,谭建峰独自离开了,去往了诸州市人民医院,不久后又转院到了诸州市二医院, 因为小琪并不在谭建峰的身边,所以医院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也没有见到过小琪。 随后,警方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小琪所在的那辆车上,经过车牌查询,发现车辆所有人是旁某江苏无锡人, 按照谭建峰所说,他要带着小琪回老家给外婆过寿,但是这辆车并没有去谭建峰的老家。 反而是上了高速,一路兜兜转转来到了江苏无锡,不过,警方发现这辆车的行驶路线有些蹊跷,经常频繁上下高速, 难道说,他们在监控盲区将小琪给带下车了,带着疑问,警方驱车重新走了这条路,最后发现并不是他们故意为之, 而是因为这条高速路有一部分路段并不畅通,得绕道行驶,所以说,小琪可能在中途并没有下车, 而是被转移到了江苏无锡,6月12日早,民警来到了无锡,在当地警方的帮助下,找到了庞某的住处, 果然如警方所料,在庞某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小女孩。 正是小丽的女儿小琪,随后,警方迅速采取行动,将庞某及其妻子控制住, 随后联系了小丽,这一案件就算是告破了,当小丽得知女儿的消息时,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无锡,母子俩终于在此相聚,最后在民警的帮助下平安回到了诸州, 小琪为何会出现在无锡呢?谭建峰与庞某又是什么关系呢? 在警方的调查下,真相付出了水面,庞某的妻子姓赫,夫妻俩三十多岁了, 但一直没有孩子,去医院,找偏方,各种方法都试过,但就是怀不上孩子,就在那年的5月20日。 庞某在网络上无意间看到一篇帖子,说有一个女孩要送养,发帖人就是谭建峰, 庞某对此很感兴趣,马上联系了谭建峰,我们反复问了她是否自愿以及其他家人的态度, 她说没问题,见面后还写了送养协议,强调是自愿。 这是庞某的妻子贺女士所说的,夫妻俩与谭建峰的交易是免费送养,不要钱的那种, 5月24日,夫妻俩满怀期待地来到了猪猪领孩子,但是谭建峰却变卦了, 一直说自己肚子疼,想博取夫妻俩的同情,最后夫妻俩为谭建峰提供了住院费。 医疗费等费用,总计25000元,这笔钱被谭建峰称之为感谢费, 谭建峰拿出一部分钱缴纳了医疗费用,剩下的也基本挥霍已空, 我不理解她,谭文为什么要这样做? 幸亏孩子找回来了,我就算一辈子不嫁,也会带好她, 对于谭建峰的种种行为,小丽表示难以理解, 不过好在最后的结局是美满的,这件事也给了小丽一个很大的教训, 以后小丽定会更加珍惜女儿,也希望这件事不要给女儿造成心理阴影, 希望小琪能够健健康康,快快乐乐的成长起来, 点个订阅不迷路,果然离谱为您深巴社会上的奇闻意识。